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树,今天给大家开一个新坑 是PS平台的经典RPG游戏 北欧女神,也叫女神侧神像 这款游戏呢,大树接触到它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左右了 当时感觉颇为惊艳 本作是以剧情以及战斗系统建成的 所以呢,第一期啊,因为这个剧情比较长 所以呢,第一期基本上都是剧情方面的啊 先给大家来一段这个开场啊 好,交代这个剧情的开场动画 埃尼克斯出品 那现在呢,埃尼克斯和史克威尔已经合避了 游戏呢,是大叔习惯管制作者叫3A 但是现在听说3A被手机厂商收购了 好像 一个小萝莉,叫普拉奇纳 那他非常努力的干活啊 然后呢,他母亲看起来对他不好 哇,这个村子看起来很破败啊 哦 哦 啊 他母親都是非常可赫 我來看那跟你沒有任何關係 啊 這是親媽媽 啊 來來個小正太 叫露修 小男孩要領他跑 好 逃了 逃了 啊 普拉欽娜對他母親要把他賣掉的事情呢 抱有疑問 啊 露修要進行解釋啊 黑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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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天 我沒有妹子 還沒有 父子和母子 都不告訴我 咦? 我是肥膽的 不幸 我問了 死了 是否有病 我家裡 醫生不給我 看來賣孩子的事情在這個貧困的村子很常見 那也是這個生活所迫 哦 這是表白了嗎 你是個好人 哈哈哈哈 啊 妹都同意了 嗯 兩個人前方這個樹林詭異的氣氛啊恐怕也是暗示了兩人未來的命運 這裡是哪裡啊 沒錄了 我沒看過 扔鞋呀 沒有指南珍扔鞋呀 我們 這是什麼時候呢 嗯 看起來不知道兩個人走了多久啊 狗狗 什麼時候呢 漂亮呢 或許是 天國嗎 縁起也沒話說 哈哈哈 對不起 零蘭是有毒的 那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零蘭是有毒的 這個地方很重要以後會涉及到劇情 我沒有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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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喜歡 Platina已經放棄生存的希望了 但我以為是很痛苦的想像是很痛苦的想像 我都會忘記了 丹尹 趕快去 俺是嫌的 忘了嗎 死了 只要你 遊戲的開頭呢就給咱們帶來了一個悲傷的故事 北歐女神這個遊戲呢 遊戲的世界觀以及背景是來自北歐神話 那大家如果看過雷神托爾的話呢 就會了解啊 雷神托爾啊 洛基啊 奧丁啊 那都是北歐神話裡的人物 這幾位呢都是遊戲當中重要的人物 涉及到遊戲的劇情 這位呢就是主持人奧丁 那奧丁的話呢和咱們電眼裡看到的這個形象不是不太一樣啊 這位呢就是一個反派 這位呢是一個反派 啊 女武神的大招 尼波龍之采 好 那咱们开始游戏 开场的话看完了 开始游戏 游戏进入的话呢 是有三个难度选择的 如果你想完整的体验所有游戏内容 就要选择这个困难模式 得到的经验少 然后敌人强 但是呢 迷宫也多 这个得到的物品也多 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玩这个模式 那前两个模式呢 其实并不好 我觉得不好 进入游戏之后呢 其实也是一段很长很长的剧情啊 那 第一期 那大叔主要就是给大家展示这个剧情 然后呢 剧情当中会穿插一些这个熟悉战斗系统的小型战斗啊 那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教堂 你明点了 to如此 去客气 声音频道 一辈子 另一辈子 有证的 这里呢 他就是瓦尔基里 也就是咱们的主人公 命运三女神里边呢 他排行是第二 那第三的是 希尔梅莉亚 也就是北欧女神第二代的主人公啊 那大姐呢 叫雅丽 在本作和第二代都有出场 那原本啊 大叔是期望着 三业制作所啊 出这个北欧女神三的时候 会以这个大姐雅丽作为主人公 那不知道现在这个愿望 还可不可以实现 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游戏的大环境啊 发生了变化 那核心玩家减少 轻度玩家呢 增多 手游呢 也占据了游戏大半的江山 所以说呢 听说三制作组啊 被这个 手游的厂商收购了 所以呢 我估计这个制作组的精力 将来会放到手游方面 那加油机版本的 北欧女神三啊 不知道还能不能玩到 因为这部作品啊 距离现在已经17年过去了 那二代的话呢 恐怕也是005年左右的作品吧 离现在也是10年以上 他现在 走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神剑 也就是所谓的神 生活的地方 那神剑呢 其实也不太平 有两大神族 在进行争斗 其中一个神 对面的神族呢 叫华纳神族 华纳神族呢 那也就是洛基啊 洛基血统的那个神族啊 冰霜巨人 那咱们来到了这个 瓦尔哈拉 瓦尔哈拉那是主神奥丁的宫殿啊 客户をもてなすような态度 雷纳斯 瓦尔基里 久しぶりね 元気だった 嗯 弗雷雅是可爱想的啊 奥丁 奥丁呢就是主神 也就是这个神族 至高无上的存在 手持永恒之枪 那其实奥丁呢 原本也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神啊 他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啊 一点一点拼搏到现在的 至于他为什么能成长到 现在这个程度啊 游戏后来呢 剧情会有介绍 硬召前来 空中飘着这位啊 就是腐雷 多数人 下的者同様に 方便を垂れ 必要など あなたにはないのですから 是的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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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神格最高 神格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虚弦而已 那这个末日之意啊 是北欧神话里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翻译过来呢 可以叫做这个 都神之黄昏 那大家可能以前 在一些山寨的网上作品里啊 或者是诸里啊 听说过这个词 那实际上 就是这个北欧传说 那主持奥丁呢 希望瓦尔基里去神界 来挑选具有战斗力的人类的灵魂 来帮助他们亚萨神族 对抗华纳神族 对抗华纳会从旁协助 好换上了这套 苍蓝的阵架 对抗华纳会从旁协助 すぐに戻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けれど 目覚めたばかりのあなたを 一人で行かせてしまうのは 心もとないから 那两个人出发了 弗雷再试探瓦尔基里啊 怀念嘛 瓦尔基里呢 已经没有前世的记忆了啊 已经没有当初那个普拉奇纳的记忆了 那实际上 奥丁就是在利用瓦尔基里啊 那平时呢 就把他的灵魂放在人界进行转生 那需要的时候呢 才把他召唤到神界 然后这个雷纳 这个雷纳斯瓦尔基里啊 现在对这件事好像一无所知啊 提示咱们进行精神集中 谁的地理智大家 小妹孩 小妹妹 他 just 她也有命 一起救救 女�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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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浮走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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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托里亚 用这种方法就寻找能够成为英灵的战士 要Sub Benson 还有一种的兵器 那是有维折黄的兵器 这道菜是炭炭炭基的 让郭茉莉莉 让郭茉莉再有 我这一天 罗法雅溜哲 这个雅溜哲也是个重要的人物 在一代和二代都登场 罗法以后也是可以加入的 那现在咱们经历的这个事件 也是游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进入游戏的第一场战斗 非常简单 就是熟悉游戏的机口 游戏的右上方 这个方块键代表雅溜哲 插件代表罗法 游戏的战斗 就是需要你对暗箭进行掌握 连击 以达到给敌人最大伤害的目的 然后你打到敌人之后 敌人的这个受伤的这个槽 会增加 如果增加到百分之百 你的人物就可以出决定计 出大招 整个游戏的战斗系统 就是围绕这个暗箭的时机来展开的 三回合击倒了这个阴神女 眼泪着有个弟弟 那他弟弟罗伊的应该是脚有残截 好像是左脚 只能拖着走 啊两兄弟呢一动一静啊 所以呢在一些事情的理念上有有有有有有的 有分歧 弟弟喜欢艺术啊 喜欢作画 那可能也是跟他的脚啊 有残疾有关系 雅留哲呢就是佣兵 而且呢实力出众啊 雕像 镜头一转呢来到了王宫 龙贝尔特 龙贝尔特 公主啊 公主杰拉德把这个权杖扔了 那应该是公主生气呢 是因为他的父啊 受到了侮辱 受到了谁的侮辱呢 就是雅留哲 龙贝尔特这个人啊 也是很重要 那之后呢 他也有出场 就认了 这个公主杰拉德 看起来非常的这个雕马 有一点像文修宝里的那个建宁公主 雅留哲实力出众啊 但是呢 对国王这些虚伪的东西啊 不太感冒 那国王呢 其实在内心也非常讨厌 雅留哲这种 佣兵 但是没有办法 还要以仗 佣兵的实力 所以呢 这双方表面上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啊 但是雅留哲呢 看起来比较讨厌这种虚伪的伪装 果然啊 雅留哲爆发了 把雕像砸坏了 所以杰拉德很生气 杰拉德让人把他抓起来啊 但是没有人敢动啊 在这个国家 没有人敢对雅留哲动手 可见他的实力强到什么程度 武力不行呢 公主决定志趣 要报复雅留哲 这一看就是公主假扮的啊 安吉拉 名字都要现编啊 可见他这个计划也不太高明 想委托一下工作 两个人打算边吃边谈 来到了一家卧室料理店 哈哈哈哈他没见过这些东西啊 长年的身在宫中啊 没见过这些东西 他填了很多啊 啊雅留哲呢在战场上无敌啊 但是对这种公主啊实在是没有办法 把你们拐事的叫出来公主不满意了啊 要发火啊 饭店老板来了 我就叫海参啊 海参炒饭 烧鱼片 酱汁汤 张鱼烧 那公主啊没见过 那觉得这种东西没法吃 没见过 没见过 喝了酒 所以醉倒了 现在去买单啊 哎呀 雅乐遇到了一个坑货 好 雅乐就认出他了 公主说梦话说走嘴了 好 雅乐知道了 我当时 娘们在前面的父亲 当然 我并不是那样的 我当时 国王的不甲仲仲指摘 我并不认识自己 但是 我的父亲 我并不认识自己 我并不认识自己 只是父亲 但我并不认识自己 醒了 巴达陆克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雅六郎那边先那样了 然后这边呢 又出现了新的故事进展 代理人 巴达陆克呢 也是类似于佣兵一样的人 接受各种委托 委托人呢 希望他和搭档一起把货物运到威尔诺亚 货尔诺亚和现在这个国家是敌国关系啊 两国正在这儿发生这个战争 优优优独播剧场 巴达陆克呢 是唯利是图的这种人啊 第二天 从城里溜出来不是那么简单吧 那罗伊说的这段话呢 其实对今后的剧情也是一个暗示的作用啊 就是公主为什么这样轻易的就溜出了城堡 就是公主为什么这样轻易的就溜出了城堡 有很多地方是有宝箱可拿的啊 每个地方都要翻到了 好 来人啦 好 来人啦 哈哈 和巴达陆克作搭档 那雅六折子这个国家应该是无人不小啊 啊 两个人就押送到货物上路了 约一週間的道路だった 旅是順調的 三日目には全工程の半分を踏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三日目的道路 啊 龙贝尔特雇用了他们 雅雅这还不知道呢 那后边又追上来了 土煙を上げて迫ってきたのは アルトリア騎兵の一弾だった 何かを追っている様子だったが それがまさか俺たちだったとは 今思えば 得体の知れない荷物にもっと疑問を抱くべきだったのか まったく らしくない 事不好啊 快跑 那货物呢 就是杰拉德公主 二人から出てきたのは あの オテンバ姫 ジェラードだった 二人只能逃命了 あ 隆贝尔特是威尔诺亚的間諜 少年の腐ったこいつを殺してやりたかったが それよりも今 俺は 有勇者 苦しい 助けて 助けて オテンバ姫 お オテンバ姫 あの人出事了 你不像这一朝吗 你像雪花 让他见过太多了 让我加油 他要到他们 这两个 就像了 女士 对 这三个 被拒絕拒絕, 王女捜索部隊は薬を持たせる 我們達到Vilnora 無問題無問題 仮に発見されたとして 騎兵は薬を使う 王女の意識が無いのは 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いる 効果は見ての通り 王女は魔物と化し 真相を知る者は残らず死 王女は魔物と化し 魔物と化し 魔物と化し 王女は魔物と化し 魔物と化し マダルコは光っている オーブン 詞う まあ、さっきの場面は真正だ まだ、私たちは逃げる気団は 誰かから逃げる気団は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気分を 絶対殺して 誰かから逃げる気団をしない 雅流折呢 還想救傑拉德 好 梅娜斯來了 聞いたことがある 神々は魂を孤独する存在とは 常に人知れぬ場所で戦いを繰り広がっていくのも 私とともに人知れぬ場は霊言なるユース いでよ 三人 對手呢 就是傑拉德 弗雷的命中率高一點 所以讓他先出手 免得被對面閃避或者防御住 這樣就無法形成連擊了 連擊槽現在三個人可以打到76 還是發動不了這個決定技 如果打到100 以後四個人打到100 不可以了 戦いは 俺にとって最高の喜びだった だが 今は違った つまらないと感じるの 兄さんが満たされていたから 違う 違う 通過這件事 雅留哲對自己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他人が朽ち果てることで自分を確認できる そうだ 絶対的な価値観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ず 相対的にしか判断できない事 他人を見下す思い 歪み 俺もあの国王と同じなんだ 編迪 雅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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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容易接触 要是不容易接触 不容易接触 我現在是不容易接触 但很容易接触 小伯尔 要是想有的 梯尾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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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一体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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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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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是 是 一路水人赶到了 我和人类有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句话说的滴水不漏 雅刘哲的老团长 那同时呢也是罗法的父亲 就是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枪战士啊 那雅刘哲呢自己结束了生命 何故俺を助けた 私からの責めたのが花向 私からの責めたのが長い付き合いになりそうじゃの 私からの責めたのが長い付き合いになりそうじゃの 確かに長くなりそうだな 1個事件呢收到了2個战魂 1個事件呢收到了2個战魂 收完战魂之后呢 你需要对他们进行这个锻炼 也就是要找迷宫啊 在迷宫里呢能升级 然后能得到物品 甚至啊会找到神器 ですね 5分钟 1个人 2個战魂之后 由于是的 这个是记录点 好 咱们记录一下 好 记录完成 那好 那本期呢 咱们打一张试一下 先打一张 这个弗雷啊 他就是跟咱们一个迷风啊 那以后呢 所有的剧情里就 就没有他了 来 咱们打一张试试啊 好 满了一百呢 就可以发动这个决定点 这是雅六折的断末生技 然后玩机里的鱼狗龙之才 现在的尼狗龙之才不是完全状态 如果完全状态的话呢 后面还有追加的攻击 那每个人的这个决定地啊 所增长的这个连击槽是不一样的 越往后呢 你需要连击槽增长的越多 你才能把这个决定地啊 连续下去 像弗雷的呢 这个只能作为最后一滴啊 因为它只加十 得到了一个树尾草 本作是没有商店的概念的 所有的东西呢 你都需要在这个记忆方阵上 进行转化成其他的东西 或者呢 转化成MP来制造新的物件 那好吧 那本期呢 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 毕竟是第一期 咱们这个剧情啊 比较长 那以后呢 就不会这样了 以后这个战斗啊 应该战到了咱们这个视频的 大部分的世界 那好吧 那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大叔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大叔的频道 这样每天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大叔更新的消息 好 咱们下期再见